荣耀的教会,卷二荣耀基督的异象,你妥生。 第一篇荣耀基督的异象,读经。 启示录一章九至二十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索,是美拿,别加摩,推呀推了,撒迪,非拉铁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倒脚,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 东斗响尖奈黄缩冰叶纳电K一致米牌,四肩怀游,嗜血笋葱,画牙脚谢木景号,幻亭采冰仪,斩欧酸恩以幻醇,推偷官叶排埃各揽搜黄K米,移植促盼,一旦汉灰则拢则拢,表碗磨晃一窍,紫雀磨一敲,扇摩至敲浅,表碗磨晃,以蓝中磨,纸盒耍背,晚间落落队,丁淮三以米,潘老扯,拖穷来脑,砍月吸烟,唇磨,拖中节 十三状摇杀乃笼,家闯损储,避张脚踏纯,宣以一众献纳,四千推扎圆卢扑,墨铝乌荒桥,寇婆恩退桥,扎圆坦位,寇婆恩退桥,扎圆坦位 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启示录一开头,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的 启示录一,耶稣基督的启示,意思是,这一个启示,是属乎耶稣基督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也是论道耶稣基督的 神是把启示赐给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把启示赐给我们 全部圣经所有的启示,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为要将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所以,启示录这卷圣经,不光是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更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谁 是的,这卷圣经里面有许多预言,但这卷圣经中心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知道多少预言 而是要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给我们看见从前在世上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今天已经升上高天的基督,到底是谁 约翰在启示录里,提到一切将来的事,目的还不是在乎,叫我们知道那些事是如何 乃是在乎,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如何在宝座上做王 耶稣基督在宝座上做王,这是启示录所特别给我们认识的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旧主,但是这一个认识还不够,我们还得认识耶稣基督是王 我们认识主的慈爱,我们也得认识主审判的威严 我们必须记得,启示录的目的,乃是在乎使人多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 好叫我们警醒预备,直到与他面对面的那一天 我们在这本书里,不是要说到全卷启示录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是如何 只是要专一地说到一点神给约翰所看见的头一个异象,就是荣耀基督的异象是如何 约翰是称为在主胸怀里的一位门徒,约十三二十五,二一二十 但是,这一位在宝座上的王,却是约翰从前在主的胸怀里所未曾认识的 现在神要把这样一位耶稣基督启示给约翰认识 这一个认识是根本的认识,约翰有了这一个认识 其余关于预言的问题,关于将来一切的事,就都不难解决了 约翰是在什么种的情形中得着这个启示的呢? 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约翰是在这一种情形中得着启示的 他不说他是主所拣选的大使徒 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 一同有份的 他没有自视高人一等 他看他是他们的弟兄,这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柔系 他的身体虽在拔摩岛上,但是他的灵却和他的弟兄一同受苦 一同忍耐着等候国度的来临 他是活在身体的实际里,所以他就如此感觉 他知道,患难,国度,忍耐这三者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在国度未来之先,必定有患难 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图十四二十二 患难为他扑住了进入国度的途径 患难为他成就了几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临后四十七,他羡慕国度,所以他不逃避患难 国度必来,但又迟迟起来 不忍耐,就难免打盹 不忍耐,就难免退后 不忍耐,就难免转向地的吸引 他知道这个,所以他忍耐等候着 他相信和他一同做弟兄的 都有分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 赞美主 他走的这条路并不孤单 弟兄姊妹,你岂不也是约翰的弟兄 你是不是和他一同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里有分呢 弟兄姊妹,你是与约翰的感觉 约翰的经历表同情呢 或者你是一个拣选宽大的路 独行其道的人 弟兄姊妹,不是你相信有国度 你就能进入国度 不是你有一点关于国度的知识 你就能进入国度 你必须知道,你如果要进入国度 你就得走约翰所走的道路 不然的话,你的进国度 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 约翰因为忠心于神的道 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 而被流放于拔摩岛 这道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岩石险峻 一片荒凉 约翰出此与世隔绝之境 按人看来 真是太孤单 太凄凉了 但是 约翰却无怨无叹 因为他知道 他是为着谁而受苦 感谢赞美神 就是在这一种环境里 荣耀的基督向他显现 给他新的启示和新的托付 哦 得在约翰是削减了 天却向约翰敞开 这叫我们想起 在监狱里的约瑟 在旷野里的摩西 在患难中的大卫 在捆锁中的保罗 他们都曾得着新鲜的启示 约翰就是顺着他们所走的道路向前走 约翰的着了他从前所没有得着的异象 认识了他从前所没有认识的 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主 现在我们来看 约翰所看见的荣耀基督的异象 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节 当主日我在灵里 赵元闻另一 听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这里所说的主日 乃是七日的第一日 并不是主的日子 在圣经里 主的日子是特别指着审判的日子说的 参阅基督徒基本的认识 与操练下册198-20一面 205-208面 约翰是在主日 七日的第一日 看见异象 不是在主的日子 看见异象 约翰是在灵里听见 在他后面有大声音 灵 是有神觉的 是我们敬拜神的机关 也是我们在直觉里 能听见神声音的机关 在这里 我们看见约翰的灵是自由的 不受环境的限制 他有升天的生命 福尔六 他的灵不受魂的包围 也没有魂的刺激 他是自由的与主有交通 而得到新的启示 他的身体在巴摩岛上 失去自由 但他的灵 并不因此被囚禁 巴摩岛不能遮盖他头上的天 巴摩岛反而使他的灵接触天 可惜神的儿女 常不免误会了神所安排的巴摩岛 约翰在巴摩岛 有他特别的经历 他被圣灵吸引 离开他自己的感觉 进入灵的境界 去听神的话语 神在把将来的荣耀 只是给他之先 神要他先注意 教会现在的光景 所以在他后面 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他就转过身来看 十二 这大声音如吹号说 说些什么呢 第十一节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语以弗所 是美拿 别加摩 推呀推啦 撒迪 非拉铁非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约翰在此受命 要写信达语在亚西亚的 那七个教会 为什么只写给七个教会呢 当时在亚西亚 除了这七个教会之外 还有哥罗西 希拉波利 希斯十三 等教会 神为什么不吩咐 约翰写信给他们呢 因为七这个数目 在圣经里 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神拣选这七个教会 来代表整个的教会 从事图后到主 在来时的教会的情形 都有这七个教会 代表了 这七个教会 都是当日实在的教会 如果主耶稣 在那时就来了 那七封书信所说的 就是应验在那些教会身上 另一面圣灵 是将这七个教会 代表 使图后所有的教会 这七封书信中所说的 七个教会的光景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 是双观的 一是当时各教会实在的光景 二是代表有形的教会 在各时代中的情形 第十二至十三节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约翰所看见的七个金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 乃是七个地方的教会 在地上的情形 七个灯台 并不是联合成为一个 乃是分开的七个灯台 各负发光的责任 于它所在的地方 教会在生命上 乃是合而为一的 如同一个身体 然而教会在地上 在外表上 乃是各自就地为正 各自向主负责 如同七个灯台 我们读起事录第二至第三章 就要看见 当日这七个教会的情形 他们的工作 环境 责任 失败和赏罚 都是各自不同的 如果否认这事实 就要发生错误 这七个教会 并没有一个公共的名称 他们乃是称为 在以弗所 在是美拿 在别加摩 在推亚推拉 在撒迪 在飞拉铁飞 在老底家的教会 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 不能一个地方 有几个教会 也不能几个地方的教会 合成一个教会 神定规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教会 所以只有在以弗所的教会 再是美拿的教会 而没有在以弗所的众教会 再是美拿的众教会 神也定规 一个地方的教会 不能和其他地方的教会 联合成为一个教会 所以圣经说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其次 而不说在亚西亚的教会 亚西亚是一个省 一个省里面有好些个地方 神对教会的定规 在属灵方面是 必须顺服圣灵的权柄 在外表方面 是只能以地方为范围 我们如果明白圣经 我们如果认识圣灵 就不能不承认 教会在地上是一地 只有一个教会 属地一会和一地属会 都是不合乎圣经的 属地一会 乃是要求圣经所没有要求的合一 一地数会 乃是分裂圣经所要求的合一 我们若没有忘记七个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 我们也就不应该忘记 教会在神面前该有的情形 圣经用金灯台来代表教会 是有它的意义的 在圣经里 金是代表神的荣耀 教会的责任 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灯台自己是没有光的 灯台的发光全在护油 也需要火 教会要为主发光 就该继续不断地 倚靠神的圣灵和神圣节的火 不然就一刻都不能发光 我们何等盼望教会 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肥二十五至十六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这是说到主与他的教会同在 主的同在是宝贵的 但是主的同在 不是专为祝福 也是为这建策 我们若是忠心 有他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不用惧怕 我们若不忠心 他在我们中间见察 我们怎能陶醉呢 这一位好像人子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但以理也说 他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但七十三 在福音书中 我们的主常称为人子 为什么在这里 又说他像人子呢 说他像人子 这是表明主耶稣的神格 他虽然是人子 然而也是神子 他在适时为人子 现在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不只是人子而已 所以说他像人子 我们知道 神造人 原是要人管理地 创一二十八 可惜第一个人失败了 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神的儿子 就降世为人来成功神的目的 神穿上了人的身体 成为人子 这就是主为人子的开始 换句话说 人子就是神成为人的称呼 主在世的三十几年 就是他为人子的一段时期 主为降生之前 是像人子 这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一位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虽然他仍有骨肉 路二四三十九 但他已不只是人子 而是一位像人子的主了 这一位像人子的基督 是在灯台中间 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主 其二一 这给我们看见 主与他的教会面对面 是他在查看他们的行为 他在这里不是 坐着享受教会的敬拜 而是要审判教会 在此 我明当敬畏主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架起手 笔前四十七 第十三节 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祭司是穿长衣服的 主耶稣在这里身穿长衣 表明他是祭司 灯台在圣所里是不容熄灭的 他的光药昼夜不熄 所以祭司一直在圣所里修理和加油 主耶稣是祭司 他在众教会中间行走 看谁的灯亮 谁的灯不亮 不亮的就要修理他 修理就是审判 基督行走在众教会中间做审判的工作 并且 这一种的审判 还是从永世里来看的 我们以往看见他是恩典的主 现在要看见他是审判的主 不过现在的审判 还是祭司的审判 还是修理 到了那一天 就是王的审判 就要施行赏罚了 神每一个儿女 总有一天要遇见主可谓的圣洁 那时就没有什么理由好讲了 亮光要除去所有的理由 光 不只要照亮 光也要杀死 光要揭露所有的真相 光要除去所有与主不相称的 神每一次的光照 都是杀死人的天然的生命的 人可以有许多理由 但是 在主的光照之下 就什么理由 都没有了 离开主越远的人 越自以为是 但主的光是人无法抵挡的 教会在此应当敬畏主 常常接受主的修理 免得灯光暗淡 甚至被挪去灯台 失去见证 他胸间竖着金带 旧约的大祭司 因为有死阻隔 所以不能长久 来七二十三 他们所竖的腰带 不过是用金线织成的 除二八四至五 不是长久永存的 我们的主是永远活着 他做祭司是长久不更换 来七二十四 他胸间所树的金带 是金金的 是永远有光泽 永远长存的 树带的地位 平常是在腰间 以便于工作 可是这时候 主是把代数在胸间 这说出他的爱和力量 代说出行动的力量 胸说到爱情 这一位行走在灯台中间的大祭司 是满了力量和爱情的 我们在此 不能不服服在他面前 一面恐惧战惊 一面感激欣慰 第十四至十五节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 东斗响奸奈黄苏斌 夜纳殿 这给我们看见 不止主的服饰 表明他审判的性质 就是主自己的形态 也表明了这一个性质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但以理在意象中 看见那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发如纯净的羊毛 但七九 这亘古常在者 就是神 在这里 约翰所看见的 主耶稣的形态 正如但以理所 看见的那一位神一样 所以主耶稣也就是神 我们的主头与发皆白 这说出 他是超越时间 而包括时间的 他是完全圣洁 绝对圣洁的 圣经说到人的衰败 改变时 就说他的头发斑白 和七九 可是我们的主 没有一根斑白的头发 真言说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十六三十一 又说 白发为老年的人尊荣 二十二十九 所以白发的意思就是 经历 荣耀和长久 白发的意思 也是说到圣洁 以赛亚书说到 神应徐洗净人的罪 是洗得如白羊毛 如血 赛伊十八 我们一想到 我们的罪已经洗净 洗得像主的头与发一样白 我们就要 吸取主的恩典 是何等的大的恩典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火焰能够照亮 主的眼目如同火焰 所以他能见察人的肺腑心肠 主的眼目如同火焰 所以没有一件东西 在他面前是能隐藏的 如果火焰般的眼睛 见到什么与他的圣洁不一致的 他就要审判 他就要定罪 他乃是光 他自己就是光照 他能见察罪恶 叫善者保持清洁 叫恶者跪于灭亡 马拉基书三章二节 说到他显现的时候 如炼金之人的火 当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 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洁净他们的污秽 塞四三至四 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主是用火试验个人的工程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临前三十三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临前四五 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临后五十 我们必须记得 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来四十三 哦 有谁能逃避主的火焰般的眼目呢 有什么在主的火焰般的眼目之前 能隐藏呢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就要唱说 我今每日举目希望 审判台前亮光 愿我所有生活工作 那日都能耐火 他的脚好像在炉中 东斗响尖奈 因血腥浅 伏击小漆旁 混故缓吞池 卸来南村 冒狂激昂以构俗 游戏拿撬短葫芦 季切猛 肩膜紧好物 十八 年二十一八至九 他的脚 好像光明的铜 不只说出他的行动有力量 并且说出他的行动 他的道路 他的步伐 都是公义 绝对公义的 他的脚 不只像光明的铜 并且像在炉中 东斗响尖奈 M拙 东斗乃背影头 三瓶灰智昭松 反莫姿 为肩目趴退 轻轨空看考 K巨男斜刻剪魔 空康目趴驼 急性斜恐性刺凶剪魔 男行前考 肩魔K灾 刨灰智上 反乃曹兄 灰垢谷 股毯 仗谢裂剪 那颠簧巨阁处 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这声音是可谓的 是人所抵挡不住的 这声音 不像他从前在地上的时候那样 微小柔和地吸引人前来就近他 这声音乃是威严可畏 令人怕听 而又不能不听的 诗篇九十三篇三至四节说 耶和华 大水扬起 大水发声 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珠水的响声 阳海的大浪 可见这声音是何等地大 以西节书四十三章二节说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这是形容神的声音是多么威严 多有能力 现在这威严而有能力的声音 乃是从这一位向人子的基督发出来的 说到他声音的全能 主曾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约五二十五 就如主所爱的拉撒路死了 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但当主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约十一时期 四十三 四十四 哦 主的声音是有何等大的全能 说到他的怒气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节说 耶稣华必从高天吼叫 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 真的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十二十九四 当他审判的时候 就是这声音 已阻止人胆战心惊了 这样 教会在今天就应当敬畏主 不违背主在他里面的声音 到了与主面对面的时候 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第十六节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这一位像人字的主 我们已经看了一点 他是如何的圣洁 如何的威严 现在我们要来看他的地位是如何 他右手拿着七星 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基督的右手拿着他们 就是表明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权柄 因为在圣经中 右手有权柄与高举的意思 诗诗七七 诗八三十五 图尔三十三 这些使者是在主的手中 他们是忠诚的 他们的职份乃是发光如同星一样 他们在主的手中是最稳妥的 然而责任也是最重大的 还有 这些使者是在主的手中 并非在主的头上做主的冠冕 因为他们得荣耀的时候还未来到 他们应当忠心向前 才能长久发光照耀 不然的话 就要像那流荡的星了 由十三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节说 他使我的口炉快刀 这是执主耶稣的话语 有能力说的 主的话语 不止在今天教人的良心感觉有罪 并且在审判的时候也是锐利的 主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约十二四十八 在这里 我们要敬畏主 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旗手 启示录第二至第三章给我们看见 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主要用他的话审判他的教会 主命令约翰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人利剑的说 所以你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其二十二至十六 这口中的剑不是别的 就是神的话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的话是又锐利又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平日必须将神的话 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 使他的话在我们身上得着地位 也使我们在抵挡魔鬼的时候 能用他做武器 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就是用经上的话得胜了 神的话诚然是这样锐利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应当宝贵神的话 倚靠神的话 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基督是公义的太阳 马斯二当他在变化身上时 他曾一度显出他的荣耀 那时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 太师七二 彼得说 这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 彼后一十六 日头神称他为大光 叫他管咒 创一十六 烈日放光 就是五日当天 无云雾 无阴影的意思 这是说到 主在千年国度时的全能和荣耀 圣经说到 主耶稣的显现 是用晨星和日头为代表 晨星的显现是对于圣徒 日头的显现是对于世界 晨星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出现的 唯有警醒的人才能看见 所以基督徒物要警醒 日头是在白昼的时候出现 是世人都能看得见的 晨星先出 日头后出 我们的主 当他显现于世人之前 要先向爱慕他的人显现 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 弟兄姊妹 你爱慕主的显现吗 你有没有预备好见他呢 狄师姐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约翰是称为靠近主胸怀的一位 但是此时他一看见这一位 要来施行审判的主 就因他的圣洁 荣耀 威严 能力 而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哦 主的审判是严肃的 这样的意向 谁能当得起呢 约翰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呢 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都不敢忽略 这审判的威严 一个人不看见主则已 一看见主 没有不仆倒在地的 像约伯 当他与那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 他总以为自己是完全的 后来他看见了主 就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伯四十二五至六 先知以赛亚看见了主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就不得不说 火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 塞六一五 先知但以理 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 他有什么过失 但是 当他看见主之后 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面赴在地沉睡了 但十八 先知哈巴谷说道 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就怎样呢 他说 我身体战惊 嘴唇发颤 鼓中朽烂 我在所力之处战惊 哈三十六 保罗原来是那样逼迫 残害主的门徒 但是当他行路 将到大马色的时候 主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了 图九一至四 我们若真是遇见了主的荣耀 主的圣洁 主的审判 就没有不深深厌恶自己 恨恶自己的 何等可怜 就是有许多基督徒 说到自己的时候 连认罪都是在那里 称义自己 表扬自己似的 一个基督徒 有明显的骄傲 与隐藏的骄傲 都是因他没有遇见基督 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我们没有看见主的时候 何等容易相信自己 称许自己 满意自己呢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是在光中得以见光 十三六九 我们是在神的光中 才能认识自己的真相 所以 凡自以为有 自以为意的 必定没有遇见主 必定没有主的光照 哦 弟兄姊妹 凡是遇见过主的人 没有不仆倒在地的 如果有人还是那样高大 那样自以为意的话 就求主怜悯他 哦 但愿主的荣耀和圣洁 叫我们恨恶自己 叫我们扑倒在主角前 叫我们把自己交于死地 好让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第十七节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主不止在他全能的右手里 拿着七星 并且他用这右手按着约翰说 不要惧怕 我们的主虽然是在荣耀里 但他仍满了爱 这一句话 不要惧怕 说出了在福音书里的基督 说出了主的爱 启示录这一卷书 原是说到主的审判 然而 那些被主的爱所激励 而爱主的人 也就可以不必惧怕 因为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了 约148 主原是要显现给人看 可是有一般人 觉得主的威严 过于主的慈爱 好像主越显现 就越不敢亲近他似的 我们看主在这里 是用他的右手按着约翰说 不要惧怕 我们向着这一位慈爱的主 如果没有什么间隔 那就当你软弱时 他要加力给你 当你惧怕时 他要安慰你 第17至18节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 和阴间的钥匙 主在荣耀中的一线 教我们明白 我们自己的软弱 更看见主位格的崇高 但是 这里的问题 并不是注意我们是什么 乃是注意主是什么 我们如果知道了主是什么 我们也就会知道自己 主的目的是要表明 他自己是什么 他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 和阴间的钥匙 这是何等安慰人的话 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主 所以他能安慰约翰说 不要惧怕 那首先的 末后的 存活的主耶稣 曾因着我们的缘故 死而复活了 他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斯二十五 因此我们 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地站在他的台前 我们借着他的死和复活 得免永远火狐的痛苦 我们借着他的死和复活 得免审判台前的羞愧 我们要查看 到底我们所倚靠的 是否主的死和复活 若是倚靠别的 就都要失败 凡是灵性强健 预备好赢建主的人 并非因他自己这个人 比别人好 乃是因他多倚靠 多经立主的死和复活 在此我们又看见 我们与主的死和复活 联合的必要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我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那苏里 却当算自己是活的 罗六五十一 心意 我们的得救 是靠着主的死和复活 我们的得胜 也是靠着主的死和复活 主耶稣已经成功了 完全的救恩 不论是对罪人 或者对信徒 我们用信心接受 就得着了 我们当认识这一位 死而复活的主 我们也当用信心 把自己联合在主的死和复活里 我们的主 他是首先的 他是万有的根源 他是末后的 他是万有的总结 我们想到自己得救的故事 我们知道 是主先来找我们 不是我们去找主 是主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去爱主 我们认识 主是那首先的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又会想 我得救是得救了 但是主到底要把我救到什么地步呢 主如果就是把我救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再就下去了 那怎么办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如果到今天这个样子就算了 不再做下去了 那怎么办 神的救恩 到底要把我救到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来到底怎样呢 或者我们再想的大一点 我们独创世纪 我们知道神是创造者 神是万有的根源 可是 等一等舌进伊甸园里来了 亚当 夏娃 被赶出伊甸园了 生命术的路 被基路伯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剑把收起来了 递受了 咒诅了 死亡进来了 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不免要想 这些事如何了结呢 神在这世界里起了一个头 结局到底如何呢 这些问题 神自己回答了 启示录就是神的回答 主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到了启示录 末了一章 他再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终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神所起头的 神要做到底 伊甸园所没有了结的事 他都要了结他 他的救赎是完全的 他永远的计划 也必定要成功 今天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有一天他都要解决 感谢神 有一天 基督要了结一切事 因为他是首先的 他也是末后的 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神给我们看见 这一位首先的 这一位末后的 就是许多问题的答案 他又是那存活的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 生命在他里头 十一章二十五节 主说生命在我 这是说到基督是生命的根源 他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 他是自由拥有者 他是那绝对存活者 他就是生命 我们的主 他曾死过 他死 乃是代替罪人死 乃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死 笔前三十八 另一面 主借着他的死 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 哦 这是何等奇妙的死 他现在又活了 他从死里复活了 许许多多的人 遇见死就死了 没有一个回来 没有一个复活 真是千千年来 只见人去 去者何止万万 去而不返成为规律 不见有人复还 但是 我们的主 神允许他死 让他借着死来证明 他能胜过死 他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这一个又活了 是何等地大啊 五旬节的时候 使徒在那里宣告说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远不能被死拘禁 徒二二十四 死不能拘禁他 死没有力量抓住他 复活的生命是耐死的 是经得起死的 死过又活了 就证明他的生命是耐死的 是经得起死的 许多人遇见一点不如意的事就完了 好像遇见了死亡一样 但是 复活的生命是不怕死的 经得起死 才能证明这一个生命是耐死的 复活的生命 就是经过死而能存在的 经过死就能完了的 那不是复活的生命 主要约翰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因为再世美拿的教会 是为主受苦 忠心致死的一个教会 所以主拿这句话来安慰他 阴间的门如何不能胜过主 阴间的门也必不能胜过他 一个教会 如果认识什么是复活 就也经得起试炼 经得起苦难 因为复活的生命 是耐死的生命 是经过死而又能起来的 阿里路亚 我们的主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死亡无奈他何 主不只是又活了 并且直活到永永远远 主的死只有一次 主的复活也只有一次 他复活了 是直活到永永远远 他不再死了 他永远活着 他现在不止显出 他在创立世界 以先与神所同有的荣耀 约十七五 并且加上了他人的荣耀 他这样活着 并不是单为他自己 也是为着我们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我们祈求 来七二十五 他如今是为我们 显在神面前 来九二十四 主曾对他的门徒说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约十四十九 弟兄姊妹 这话岂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 认识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 才能在灵中不断地感觉主的确实同在 没有一样东西 比感觉主的确实同在 更能坚固我们 这并不是一种情感 幻想或者心理作用 像亚伯拉罕 他跟从神那么多年之后 他就对神有一个深深的认识 所以他在别世八栽上一棵垂丝柳树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创二一三十三 像但以理 他被人称为永生神的仆人 当他被扔在狮子坑中 他的神就封了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他 但六二十二十二 莫勒说 如果你与神同行 仰望他给你随时的帮助 永活的神保险不会误你的事 一个主内年长的弟兄 认识活的神已经四十四年了 他做见证说 神从来没有耽误过我 在极大的艰难 极重的试炼 极深的穷困和需要中 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 因为我靠着他的恩典能信他 他总随时给我帮助 我乐意述说他的名 马克拉伦告诉我们说 马丁路的有一次觉得他前途中危机四伏 因此他心中充满了忧愁和恐惧 这是他自己知道必须抓住上面来的力量 才能过去 他独自哭作着 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画这几个字 他是永活的 他是永活的 他喜乐了 他恢复了 他是永活的 也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 人都会过去 只有他是永存的 人是点着的灯 所以迟早会熄的 唯有他是真光 重光之源 永远长存的 以上 莫勒和马克拉伦的话 引自荒漠甘泉 1月17日 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所求告的 但以理所是奉的 莫勒所信靠的 马丁路德所认识的 永活的神 也就是我们所属所是奉的神 我们在此应当向他下拜 应当满了喜乐地赞美他的名 主不只是直活到永永远远 他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告诉我们 人一切深厚的事 都是在主的手中 死亡和阴间总是相连的 主 其实录六章八节 说到阴府是随着死亡的 二十章十四节 说到他们的结局 都是被扔在火壶里 这两处圣经 好像都把死亡和阴间 当作有位格的 希伯来书二章 十四节说到 魔鬼是长死权的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说到阴间的权柄 可见在死亡和阴间的后面 有一个有位格的魔鬼 在那里掌权 但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 不止死亡和阴间 在他身上无能为力了 并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死亡和阴间 不能再管住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反而胜过了他们 感谢主到复活的日子 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所有属乎主的人 都要夸胜说 死 暗 原文为哈底斯 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那里 临前十五五十四至五十五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我们所等候的并不是死 我们所等候的乃是那早晨 复活的早晨 所以我们能满有盼望的等候着 荣耀的基督这样向约翰说道 他自己是如何的一位主 不是光要他的仆人认识他一下而已 乃是要对于他的仆人有所托付 第十九至二十节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主要约翰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主要有一个文字的见证 主要约翰写出来 以完成他在地上所有的记载 所看见的就是约翰已经看见的事 就是指约翰在这里所看见的荣耀基督的意象 现在的事 以及现在上存在的事 这是指教会的时代 主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这里的就是在原文是现在事 与上文的现在的事是相呼应的 所以现在的事就是指教会的事说的 在底下我们要说到一点七星和七个金灯台 有什么意思 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乃是一个奥秘 既是一个奥秘 就不只有物质上的实行 并且含有属灵的意思 圣经中所说的奥秘 若非神向人指明 人就不能明白 如果神向人指明了 奥秘就并非一件绝对不可知的事 但二十八 十八至二十三 这里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主已经明白告诉约翰了 我们就要用安静的灵来领会他 主的右手拿着七星 这就说出主如何有全权管制天上亮光的代表 以及这些代表 要如何在他所在的教会负起他应当负的责任 为独主的右手 大有全能的右手 能叫星照他自己的意思发光 也为独主的右手 大有全能的右手 能拿住星 能保守星 七星的意思究竟是指什么呢 主题约翰解释说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那么使者到底是指什么人说的呢 解经者对此说法不一 我们先得指出 这里的使者不是天上的使者 而是人间的使者 因为约翰是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 而世人是不能写信给天使的 所以这里的使者 必定不是天使 而是在教会中的人 那么这七个教会的使者 到底是七个教会中的那一种人呢 按使者这个词 意思是被打发的凤叉浅的 例如 那两位兄弟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临后八二十三 又如以巴弗提 是在腓利比的教会所拆遣的 腓尔二十五 可见使者是教会中的代表人 我们如果读起事录第二至第三章 就看见 主是把这些使者 看为全教会的负责者 例如 主警告在以夫所的教会说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主则被在别加摩的教会说 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 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主则被在推啊推喇的教会说 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引 吃鸡偶像之物 主提醒在撒迪的教会说 你要警醒 兼顾那圣下将要衰微的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主勉力在飞拉铁飞的教会说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主劝在老底家的教会说 我劝你 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又买白衣穿上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以上种种的话 是主对教会说的 其实一 二七 但是 信是写给那些教会的使者的 可见 主是要这些使者 注意他们所在的教会的情形 而负己他们所该负的责任 使者 既是凤叉前者的意思 凤叉前者 在事实上 总有几成代表 那柴他来者的 主说 人接待你们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叉我来的 太时四时 这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些使者 必是教会中有恩赐 有属灵的学习 足以影响和转移教会的人 他们在教会中的地位和工作如何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们必是教会中的真实分子 有属灵的分量的人 所以主才将全教会的责任托付他们 从这七封书信里面的话来看 这些使者与他们所在的教会 是不可分开的 但也并非说 使者与教会是完全相同的 例如 一章十一节是说 要写信打与那七个教会 而第二至第三章 每一封书信的起头 都是说 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说 这可见教会与使者的不可分 又如七封书信 是写给那七个教会的使者 而每一封书信里面 都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也可见主是将使者当作教会 要他们负他们所在地的教会的责任 但是 使者与教会也不完全相同 例如 主说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二十 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被杀 二十三 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二十四 你们推呀 推拉其余的人 二十四 在撒迪尼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三四 主把他们中间有的人分别出来 就可见使者与教会有分别了 主是用心代表这些使者 可见他们有属天的地位与经历 如同天空的星一样 他们为主做见证 为主发光 如同夜间的星光一样 他们的仰望和喜乐 都是在于天上 他们与基督有亲密的交通 他们也得着主的能力和权柄 因为他们是在主的右手里 他们代表教会 因为他们是教会中间最中心的分子 他们以教会的事为念 他们看教会的成功和失败 好像是他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一样 他们是甘心乐意担负教会的责任的人 所以谁若盼望在主的手中有用处 就得常常在神面前屈膝 用眼泪 用倾倒出来的魂为教会带导 虽然别人的失败并非他们的失败 但他们若不顾别人的失败 这就是他们的失败了 他们应当有宽大的心肠 包括神所有的儿女 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不然的话就不止自己要陷于威敬 并且要使主的心忧愁 那是何等地可怜呢 如果有人真的肯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 欢喜为他的缘故担负教会的责任 则不特他们自己要得着主的赏赐 并且主要用着他们成就极大的功夫 我们也应当知道主是公平的 他不会亏负那中心的人 他看见再是美拿宇在飞拉铁飞的教会的中心 就称赞他们 他对其余的五个教会就都有责备的话 虽然使者是代表教会 虽然在属灵方面兴有他所当负的责任 但是在实际上 使者是使者 教会是教会 因为星与灯台究竟是有分别的 虽然在责任上是使者当负的 然而在审判的时候 主仍是要刑罚那些犯罪的人 25 16 22-23 33 16 主知道谁是属乎他自己的 谁是忠心到底的人 还有一件事 我们要注意 就是主对于他的教会所说的话 有审判 有警告 这些审判和警告的话 是对教会说的 也是对使者说的 教会有失败的可能 使者本身也有失败的可能 哎 在主右手里的星 也可能失败到一个地步 暗鸣 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31 哎 在主右手里的星 也可能失败到一个地步 竟让主站在门外叩门 32 这是何等严肃的事呢 所以 每一个为主所大用的人 每一个在教会里负重大责任的人 都不可以骄傲 不可以不警醒 不可以不忠心 主说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说到这七个灯台所代表的这七个教会 我们要明白三件事 一 这七个教会是当日时有的七个教会 二 这七个教会预表整个教会的七层历史 三 这七个教会的光景 在教会的七层历史中是同时都有的 从一章四节所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这一句话看来 就知道 约翰写的这七封书信 是寄给当日实在存在的七个教会 我们不要以为基督要等到这七个教会的光景 逐一变为教会七个时期的历史之后 他才来 我们的主对他的教会说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你要警醒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二二十五 三二至三 这话告诉我们 主在那时就有来的可能了 一章十九节主所说的现在的事 就是指这七个教会说的 他说现在 就必定是现在 所以主所说的这七个教会的事 乃是当日实在的事 主在当日就有来的可能 另一面 我们知道 当时的教会员 不只这七个需要教训 警告与勉励的 也不止这七个教会 著名的教会 如安提阿等 岂不也应当有这样的书信吗 但是 主从许多教会里 只拣选这七个教会 来接受他特别的训会 这里面 岂没有很深的意义吗 我们把这七个教会的光景 合起来看 就可以知道 主所以拣选这七个教会 是要表明他对于 所有的教会的旨意 主就是用这七个教会 来表明自始图后 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指教会所有的情形 在原文里 这七个教会的前面 并没有定观词 这是表明主在这里所说的话 并不是专指这七个教会 他们乃是代表所有的教会 并且 七这个数目 是代表完全的意思 所以 七个教会就是代表所有的教会 如果这七个灯台 只指当日的七个教会而言 那么当日 在这七个教会之外的教会 和以后在这七个教会之外的教会 难道都不是教会吗 不 这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七个教会 乃是代表在地上所有的教会 还有 主吩咐约翰写给七个教会使者的书信 每一封都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话 这明明说 这七封书信 不只是对当时实在存在的教会说的 也是对古今所有凡有耳听主的话的人说的 所以这七个教会是代表在地上所有的教会 我们的主并不明说 这七个教会是代表一代一代的教会 就是要我们警醒 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可十三三十五 这七个教会虽然是代表教会在世的历史 但并不是说以伏所过去了 是美拿济之 是美拿过去了 别加磨济之 就普通的情形来说 教会的历史 第一个时代乃是像以伏所教会的情形 第二个时代乃是像是美拿教会的情形 可是在以伏所教会的时代 就已经有是美拿教会和其他五个教会的情形了 不过以伏所教会的情形较为普遍而已 在是美拿教会的时代 也有以伏所教会和其他五个教会的情形 不过是美拿教会的情形 是当时特殊的情形而已 每一时代的教会都有其他个教会的情形 像这七个教会当日同时存在一样 主队在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二二十五 主队在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三三 主队在飞拉铁飞教会的使者说 我必快来 三十一 主队这三个教会都说到他再来的问题 可见这三个教会必定存留到主再来为止 在老底家的教会是最末了的一个教会 当然这一个教会也必定和以上三个教会同时存在 一直到主再来 主队在推亚推拉 在撒迪 在飞拉铁飞的这三个教会说到他的再来 在世间上是遇过遇尽的 主队在推亚推拉的教会是说 只等到我来 好像他的来距离还远 主队在撒迪的教会是说 我必临到你那里就比较确定了 主队在飞拉铁飞的教会是说 我必快来就显得迫近了 所以教会应当警醒预备迎见我们的主 这七个教会中没了的四个是一直存留到主来为止的 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时兴起 同时存在 以至主再来 乃是说 其手是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兴起来 进而是在撒迪的教会兴起来 再是在飞拉铁飞 在老底家的教会兴起来 前者并不因后者的记起而归于消灭 他们是都存在到主再来 换句话说 他们的兴起不是同时的 他们的结局却是同时的 在本书的开始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我们读起事录的中心目的 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没有雄心则矣 如果有一个雄心的话 那一个雄心就是要跟那些认识主的人 学习追求认识主的自己 但是 认识主 不是一句空话 认识主的人 没有一个不仆倒在主面前的 只有仆倒在主面前的人 主才能对他有所托付 弟兄姊妹 今天你对于主的认识到底如何呢 你对于主的教会有什么负担呢 哦 弟兄姊妹 你如果是忠心的人 你如果持守所有的 在信仰上站立的稳 你就要发光如星 在主的右手中 做一个为主所用的人 圣 主 这里所说的阴间 不是指地狱 或者火狐说的 这阴间 照西波来因义士 是阿勒 照希腊文因义士 哈底斯 一记看不见的世界 第二篇晶晶的灯台 读经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节 要用晶晶做一个灯台 灯台的座 和干 雨杯 球 花 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 灯台两旁 要插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 那旁三个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 有球 与枝子接连一块 灯台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 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 祭祀要点这灯 是灯光对照 灯台的蜡简和蜡花盘 也是要精精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 要用精精一塌连德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三十七章十七节 他用精精做一个灯台 这灯台的做 和干 雨杯 球 画 都是接连一块锤出来的 撒加利亚书四章一至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又来叫醒我 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 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 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盏的右边 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索罗巴伯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启示录一章十二至二十节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 东豆想尖奈黄缩冰 叶纳电K一致米牌 四千怀游 是些损葱 画牙脚泄目锦号 幻亭采编冰 以斩欧酸恩以换唇 推偷拐叶排挨 割揽搜 谎K米 移植 促盼 一旦挥则 笼晃一窍 紫雀磨一敲 扇摩制 敲浅 表碗 摩晃 以兰中磨 只喝耍背 晚节唠唠队 丁淮三 以米 潘劳措 托穹来 挠砍住 可以越吸烟 唇摩托中 结乃笼 十三撞 摇杀乃笼 家闯孙楚 臂张脚踏唇 宣以一众谢纳 四千推扎原卢扑 墨履乌荒 桥丝墙退桥 扎原坦 加乃 拐卢 黄寇 婆恩退桥 扎原坦 为 我们相信 在神的儿女中 有一种逐渐加强的感觉 就是感觉需要一个新的属灵地位 这种感觉可能并不普遍 但在我们所碰见的人中 实在碰见了不少这样的感觉 在神子民的历史上 这是神对待他子民的法则 不断地创造一种感觉 需要达到从未达到的新地位 或者恢复以往失去的地位 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 工作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情形 都驱使我们去寻求一个新地位 无论怎样 我们要得着新的属灵地位 这一点 我们相信 在许多人心中会引起同感共鸣 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目前的属灵情形 那是与我们最没有益处的 我们需要一种深的感觉 领我们更深地向着主 纠正我们的错误和虚假 澄清我们的一切 帮助我们脱去许多虚幅的 给着那些重要的 这精进的灯台 可以具体地给我们看出 神护照我们的旨意 给我们造出并加深 需要一个新的属灵地位的感觉 这精进的灯台 我们要从四方面来看它 一灯台的功用 先说这灯台的功用 简单地说 灯台的功用就是供应光 灯台不是用来作装饰品 不是工人欣赏的美术品 不是什么难以索解的深奥表号 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暗示 灯台是为着供应光 光是灯台存在的理由 从圣经看来 在神的意念中 灯台的功用就是这个 当使徒约翰开始记录他所看见的意向时 他说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当主向他的仆人说话 又借着他的仆人说话时 那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存留 完全根据于他那灯台的功用 虽然主也提到许多别的事 但那最重要的事就是光 主说得很清楚 教会若失去灯台的功用 就不能继续存留 他说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什么时候挪去 乃是当他只剩灯台 而不在供应光的时候 器皿在而功用不在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好还是把灯台挪去 主也明说他要把灯台挪去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 教会是被召来坐金灯台 来供应光的 关于光在这里要提起两点 一光是一种冲击力 第一 这个光是一种冲击力 神的子民被救赎成为这种力量 真的光都有一种冲击力 凡与他的性情不合的 都不能与他共存 都要被他冲去 我们都知道光有一种力量 我们从黑暗中突然进入阳光之下 我们受不住他的光辉 我们必须遮蔽自己的眼目 这种冲击力 实在大得很 这就是光的冲击力 这意思是说 灯台的见证 不是仅仅传达许多信息而已 不是单单陈述一些冰冷的事实 不光是道理和教训的问题 何等容易 在年日的消磨中 那起先含有冲击力的光 会逐渐暗淡变成字句 一大堆的字句 思想是合乎圣经的 可以说是属灵的思想 可惜只是思想而已 灯台何等容易退化到这个地步 虽然器皿犹存 但是不知怎的 那伟大的冲击力已不复存在了 已是无力再影响周围的人了 有些教会 他们仍旧拥有 他们的正统教训和信仰 他们情愿为这个真理 或那个真理来牺牲一切 他们恨恶那些错误的教训 可是他们那个冲击力 已经消失了 好像思维并不感觉到 有他们的存在 哦 这种情形也许我们都明白 但我们光是明白还是不够的 这种情形应当使我们深深的受责备 二 光所照明的是什么 还有一点 就是光所照明的是什么 它的冲击力究竟显明了什么 我们在此 可以具体的看出什么是冲击力 一神圣洁的能力 精进的灯台所照亮的 在这里我们提起三点 第一点就是显出神永远的圣洁的能力 神那永远的圣洁借着人子带进教会 启示录其手描写行走在灯台中间的人子的时候 说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我们回头 去看淡仪礼书 就看见 这是用来描写那位 亘古常在者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但七九 由此可知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是代表亘古 超于时间 却又包括时间 和完全圣洁 绝对圣洁 当你看见一切的事 都被带到这位人子 亘古常在者 永在的父面前受审判 你就要明白 一切的是 如何要先受他永远的圣洁的挑战和对付 灯台就是要显明这个光的冲击力 圣洁要成为一种冲击力 冲击一切不圣洁的 它不能任凭不圣洁的继续存在 哦 圣洁不是一个人人所爱的名词 而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名词 我们应当在我们属灵交通的生活中 认识他 如果火焰的眼睛在灯台中 见察到什么与他的头盒发不一致的 这见证的冲击力就会减少 甚至失去 而那灯台也将无由存留 这是严肃的话 但又是何等真切 真切的惊人 我们可能保存低流的道理和属灵的思想 可能站在很高的教训上 而同时在私人生活上 却有许多的不圣洁 不纯洁是经不起圣洁的光的同在的 当然要做一个金灯台 那些不圣洁的必须在神面前好好对付 这是个人应当去做的事 我们要记得 我们所能给予思维的影响 不是由于我们的教训 不是由于我们的道理 不是由于我们的思想 而是由于在我们身上有一件东西的存在 它比话语更深 它比合乎圣经的言辞更加切实 它是一种实际的能力 它要使我们思维遭受到一种 因我们的存在而有的能力 可是 若是黑暗的权势 在我们里面有了进步 我们就不能彰显这个能力 黑暗的力量是在于不圣洁 如果他们能把不节偷偷地放在人的里面 他们就攻破了我们 他们要冷笑我们的教训 要击赐我们的见证 他们完全不怕我们拥有任何深奥的真理 我们不节 他们就得到力量 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出 一个团体内只要有一个人生活不圣洁 已经足够阻碍全体的前进 一个亚干可以使全以色列退后失败 数七一 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 临前五六 要做一个金灯台 就要对付这个不圣洁 这是你的事 这也是我的事 这是我们各个人都必须注意的事 神那永远圣洁的光是个极大的能力 哦 我们巴不得当罪恶潜入的时候 就感觉无法存留 那些该受对付的是被显明 并非因为人说了什么话 乃是因着神的圣洁与我们同在 圣洁是个了不得的能力 这个圣洁的光必须显现 使人有所感觉 二神热烈之爱的光 圣经说 这位在灯台中间的人子 胸间竖着金带 这又是一个表号 带说出力量 行动的力量 胸说到爱情 胸间竖着金带 说出他那伟大神圣的爱 在灯台中间的人子 是有那伟大神圣的爱 灯台就是见证 也应该如此 这光的冲击力 乃是神圣之爱的能力 哦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失败 俯复在主面前认罪 我们知道那么多的真理 那么多的教训 那么多的知识 那么多的属灵的指示 但是 人能从我们身上 遇见多少爱的冲击力呢 神那强烈的爱 是撒旦无法抵抗的 弟兄姊妹 你是否觉得 这里需要一个新的地位呢 你曾否反复思想 这爱的问题 我们没有余地 可以容纳 仅做装饰品的灯台 灯台的价值 是凭着他的功用来断定的 他的功用 是神荣耀的 光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给人看见 神那强烈的爱 那爱的兄弟 请听 要做一个金灯台 这里我们需要做 我们等候爱涌进我们的心 我们求主用爱充满我们 这虽然是对的 但另有一方面 你要做 你要有所作为 在这件事上 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分 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 因着这个见证重大的价值 求底撒旦将要受到极大的亏损 针对着信徒间一切的猜忌 怀疑 纷争 就是撒旦所做各种仇恨的工作 只有神那强烈的爱才能 胜过这一切 要好好思想 我们应当有所作为 我们要做这个灯台 我们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来做 我们若思念这些事 我们就会去做 我们若面迎这些事 我们就会去做 我们的心 总要在主面前受对付 三神公义的光 关于灯台中间的人子 另一件就是 他的脚好像在炉中 东斗想奸奈 这一切爱奥范郡不稍远 行径虽等于偶梦 别想奸奈 翘荡脚 难卸七木兰二七 谋交机枪弹 怨密摩忧跑彩 枪则宣一欠 难卸摩忧杖 蠢出将母密难行 清刚拍窃摇包幕去道 想接谢母 两档摩提剑耸无霸 留校挥舞 又亲郎般聪翘荡 缴窃摇包卸地乃绿 罗H包坏哪 康乃且兰容 戈背 梅纳句六诀 纯说纳句修 浅灰密母 春吞鬼欲 如果我们搜索不义的源头 我们将发现不义 就是我们的 极强夺主的地位 弟兄姊妹 你要仔细思想 查究各种不义的行为 探求它的源头 每次你要看见 在不义的后面 总有几的洞里存在 这里有一位人子 他从十字架回来 他曾死过 现在却活着 他在灯台中间 他是那绝对无私 就是完全公义的化身 在他身上 神已经得着一切的权利 没有一处可宜 没有一点争执 不惜任何代价 唯有神是一切 他好像对这些教诲说 看我的脚 这里有一种绝对无私的冲击力 不只是绝对为神 也是完全是神 弟兄姊妹 你觉得这些话太为难吗 你要知道 主要带我们来到一个新地位 是这种的地位 我们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教训 聚会 都算不了什么 除非那含有冲击力量的 光是这一切的源头和结果 毫无掺杂 也无矛盾 更无虚谎 所以 关于我们的教训 第一不是听见 而是看见 如果我们的聚会 我们的教训 能叫我们逮着什么益处 那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东西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约翰不止听见声音 约翰并且转过身来看 看见什么 看见光 圣洁之光 大爱之光 公义之光 带着冲击力的光 二灯台的性质 这灯台是用金金做的 在神的话语里 金是代表一切属神的东西 这灯台是属乎神的 人在这里没有地位 他的性质完全是属神的 这金是金金 是在火中 东斗木枕二 怀慧恶浅 卧皇携措 妥耸磨 商剑笔甲仪 欠无婆当 乃背影 笔国坦慢 退桥 耸闹用 与当乃背影 一强唇性还流 绝欢 囊穷 鬼平永处 强退亲 屯恶强 欲兜磨 翘唇秦途 瑞逊谋杀 对于基督的苦难 我们应当有认识 基督的苦难有两方面 有他赎罪痛苦的一面 这是他所独有的 没有人可以有份 也有他代表工作的那一面 就是他带领神的众子 进入荣耀 毁灭撒旦的权势 当然 在他里面 撒旦毫无所有 他是无罪的 然而同时 他却站在人的地位上 来受试验 看他是否运用 他的自由意志 在神以外来 满足自己的兴趣 这不是说 在他里面有错误的意志 乃是说 要显明那无罪的意志 到底倾向谁 他那圣洁的恩赐的运用 和拣选的责任 受到严重的誓验 在热烈的火焰中 各种的苦难中 受到试炼 每一个苦难的结局 就是显明他是否挑选 神旨意之外的东西 以图逃避苦难 而过比较容易的生活 这是代表的苦难 这就是代表 跟从他的人 所受的苦难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虽然他里面是无罪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是与我们相同的 就是在苦难的火焰中 他只要将他的意志 从父的手里拿出来 而交给撒旦 他立刻可以脱离 一切的苦难 但是你想他肯如此做吗 说到这里 见证的问题就引了进来 在此我们要看见 见证成了比话语 道理和教训 更深切的联系 它成为一种力量 效能 冲击力 因为它是由火炼中产生的 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 我们要得着极大的帮助 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 主护照我们来试奉他 他要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许多外面的活动 就如向未得救的人 传福音 或是完成教师的执事 以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承认 这些都包括在他的护照之内 我们万万不可忽略 这一些的责任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得清楚 不管我们怎样火热地 殷勤地在这些外面的活动上 来试奉主 我们总不能因此而逃避 那深切的里面的苦难 或者有人想 若是你肯做主的功 受主的差遣 做主所要你做的事 与主没有丝毫的间隔 心也向主敞开 时常受主对付 以致没有留下一件得罪主的事 这样 主就必定用他的能力 在各方面来完成你的使命 控制环境 不让任何拦阻临到 没有对抗 没有病痛 也没有中途的挫折 但是 我们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 也不会如此 我们去读新约 看一看那些使徒们的经历 他们的责任是何等沉重 他们是时代的先锋 也安置了福音的根基 他们做了何等大的工作 当然 主喜欢福音传遍各处 当然 他要各地的教会被建立 这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些人如何完全降服于主 他们的生活如何与主相连 不容丝毫可以得罪主的事存在 他们实在是为神倾倒出来的人 可是 他们也提起撒旦的拦阻 铁钱二十八 他们也说到害了极重的病 非二十五至二十七 主的仆人被囚在尖里 躺卧在病榻上 遭遇各种的患难 这些似乎都对我们说 神所要做的事 会遇到各种的拦阻 限制和挫折 这是何等的矛盾 这是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不 是奉主的人的经历 是这样的 他们并未逃避苦难 各种的苦难 再看新约里所提起的教会 虽然不多 但同时几乎都提到 他们的苦难 这些教会所忍受的 是何等大的苦难 这是与主的旨意相连的 他们站在神的旨意上 他们见证神 他们绝对为着神 但是神却没有使他们 不受苦难 神并未斥责撒旱说 那是我所喜悦的 不可摸我的受高者 他们竟然受了苦 主也只是他们将要受苦 苦难是不可少的 最后再看普遍教会的历史 这是一部什么历史呢 这圣物 宝贝 贵重的珍珠 羔羊的七 竟写下一部受苦 受苦到死的历史 在尼罗 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 时代 成千的基督徒被恶手撕裂 这是什么故事 主并未拆遣天使来拦阻 他们都经过了火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表明主注意见证 过于注意工作 当你从工作的立场上来观察 就有许多事情令你迷离黄祸 实在说来 主首先所注意的并非工作 这不是说你不要为主做工 乃是说主所注意的第一件事 不是工作 而是见证 是光 是活的火焰 见证比成套的道理和教训更加实际 不要急急于将一种名词 思想 或是真理传给别人 不要急急于问人 曾否见到这个真理 那个真理 因为在你的意思里 可能真理仅是一种教训 一个观念而已 如果你在说话以前 先注意到一个活的生命的冲击力 这样 人就看出 你有一样东西 是他们所没有的 人就看见 你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这才是见证 这一个见证 是集火炼而产生的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非二十九 这是主恩赐给你的 你会不会热忱地伸出手来要他呢 为他受苦 这是主给你的恩典 见证是这样来的 我们要知道 就是在这些试炼开始的时候 人获得了真正的效能 自从亚当堕落以后 这就成了一种宇宙的定律 人生所有的丰盛 都有艰难而来 尽是火炼的后果 在属灵的境界里 见证的真实效能 是因火炼而生的 在此 你要看见 主得着了一些比外表的活动 更实在的东西 他所得着的这些东西 是言语无法形容的 是不能当做道理来述说的 这些东西 单单从外表的活动里去找 是无法找到的 这些东西是从魂里拧出来的 是经过生产的 艰难的 是能满足神的 在这里面 神才有所得着 见证的性质既是这样 他是从火中 东东笋吹魔 强激敖玉 东目毛笋图中囤 约杭黄性挂数巨光 十四艘石壤 撬驴叶挠笼 抢腔草荣耀 邓母携考鲁母铺 一玩响塔四鱼 祥科魅云铺 挠亭刺之 这贤那记者 竟否退丹饮 突丹黄且信刻 平黄且新砍拍 扫踪且新刻也目落 他约杭黄性血 才此物刻一翘 屡次首约海 降灼灰星梁 一翘龙眼 才出颗灰星 一欠囊黄性星 才纯赫 淡考眼汤断 徽甲一翘一枪 故欠牌一欠目 赤虽恩一翘 翘其心刻 母患荒耸 才吹其荒龙傲 五翘桥赶屯 约杭黄性物 考黄性 速轨母铺 阿前勇欲 心动弓 十四复灰沙漠 事实是这样 神要得到一个 经过火炼 经过击打的工作 乃是经过许多的击打 神才在我们的生活中 实在有所得着 或者把什么东西 从我们身上除去 凡未经过火和锤的器皿 只是一个没有光的灯台 仅供装饰罢了 因为圣灵只肯把自己交托于曾经火炼的器皿 灯台可以成为一种美丽的事物 但是神不要这个 三灯台的形状 现在来看灯台的形状 在《出埃及记》第25章里 对于灯台的形状有详细的记载 这里说它有六个枝子连于中干上 可以说 这是一个团体的东西 是众多的合一 在启示录里 灯台在形式上虽有变化 是七个 不是一个 但是原则未凯 这里是说 有七个金灯台 但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他将一切掌握在他的手中 他自己使七个灯台 合而为一 基督身体的合一 这是那新人的合一 我们在这里所要看见的 就是神的见证 并非借着离散灵星的个人 或是派系来完成的 而是由火炼成功的合一里 达到丰满的 哦 当神借着试炼 将他的儿女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得到了主所特别宝贵的东西 我们一同经过火 多年中共患难 同艰苦 神就借此在我们身上做了功 把我们合成一个 不是外面安排 或外面同意的合一 这里有十分宝贵的东西 请你注意 撒旦常享用困苦 艰难来分散我们 但是撒旦并不能借着这些 将我们分裂离散 当你遭受这些的时候 你第一个倾向就是分离你自己 跑开或者指责别人 这就是撒旦的工作 当神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伴 带经火炼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扫除一切个人的成分 扫除使人分散离开的东西 而把我们联合为一 你若从未与人同经患难 你就不懂什么是真的合一 那些曾共患难的人 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这是极其宝贵的 这个比血统的关系还要深厚 在羔羊和心腹中间是如此 在身体上的肢体中间也是如此 这个合一是必须经火炼来完成的 因此 神许可他的儿女受苦 教会是同经试炼的 从试炼中出来的时候 却带着一种深切的合一 能代表神的见证 这是神所十分珍视的 所以当经上记载在灯台中间的人子的时候 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身穿长衣直垂道脚 在你仔细观察他的各方面以前 你先摸着那整个的直垂道脚的袍子 是把所有的肢体包在一起 合而为一的 在复活的大能力 他已胜过了一切反抗合一的事 胜过了一切的分门别类 一切的结党纷争 他经过死而出来 在他的死里 他将这一切都毁灭了 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 我们需要认识 那能除掉己的火链 消灭一切的分离 经火链出一种合一 使主得到满足 我们必须关心到效能的问题 就是所说的冲击力 属灵的影响力 不是字句 不是教训 不是形式 不是空架子 而是一种火焰 深于言语 使人感受光的火力 这是主所要的 我们必须把自己交托于此 它帮助我们明白 试炼的意义 愿主赐下恩典 使我们能做人的天然所难做的事 就是给试炼一种新解释 试炼是一种储蓄 是一种信托 试炼是与我们所追求的真实 紧紧相连的 在主里面有经历的人告诉我们说 当人诚心向主寻求更大的能力 更丰富的生命 更深的祝福 更多的产业 要有所得知的时候 不久 他们就会进入厉害的誓言中 这是主答应他们祷告的方式 他们并未求苦难 如果他们早知 要如此 他们恐怕也不敢求他们所求的 可是这是主奇妙莫测的法则 我们要看见 主所要的是真正实在的价值 对于他所最爱的人 他并不免去他们的试炼 他认为唯有宝贵的材料 才配经历他那边境的火 四灯台的见证 在出埃及记里 我们看见主在当初 怎样设立他的见证 主第一次把这件事摆在人面前 撒加利亚书 就像其他先知的执事一样 乃是在见证多多少少 有所失去的时候 重做恢复的工作 纯金的灯台 是神当初全辈的心意 什么时候 他的丰满 在神的子民中有所亏损 那时就需要恢复到当初去 神一直做恢复的工作 直到他当初所启示的心意 得以完全达到 这多年来 主的手在有的人身上 带领他们有一种执事 要做他器皿的一部分 就是为着恢复的缘故 主要再一次实际地给人看见 关于这个在地上的见证 他的心意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执事的基础 乃是精进的登台 关于这个登台的见证 特别要注意到三点 第一 基督的丰满 第二 教会乃是见证的器皿 第三 十字架与见证的关系 回溯我们属灵的历史 我们最后所看见的 在主看来 却是首先的 主带领我们经过 不是从头开始 而是领回头去 我们乃是从后面的两点着手 而同时达到首先的一点 现在先简单提起 那最基本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基督的丰满 一 基督的丰满 我们已经说过 登台是精进的 代表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当我们默想 基督是这个登台的时候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 就是基督如何是 完全出于神的 神是他的一切 从这里看见丰满 神的丰满 登台有两个主要的数字 就是三和七 这表明神的丰满 和属灵的丰满 中干两旁 各有三个枝子 合起来共有七枝 这是神的丰满 和属灵的丰满 主耶稣的一生 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 他借着肉身住在人中间 做神的灯台 用活泼的光来显示 神的一切意义 我们知道 灯台也在他自己的光中 灯光对照 除二五三十七 照明了其他物件 同时也照亮了自己 他是站在他自己的光中 他的光照亮他自己 主耶稣时常说 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从他身上看见见证 那见证又是为他做的 他一直行在神的光中 毫无黑影遮蔽 他的见证是真的 因他里面的一切 都是出于神的 在无数的事件上 都可以证明这点 我们应当细细地 读他里面和外面的生活 注意神如何是他的一切 他如何拒绝一切 来让神做他的一切 什么是耶稣的见证 哦 让我们脱离一切 错误的思想 以为见证乃是一套 特别的教训 不是的 耶稣的见证 就是神要在他的家中 得到的 第一是这里有一个东西 完全地彻底地 从一切在神之外的爱惜 兴趣 目的和兄心里 被拯救出来 除了神以外 没有其他的中心 我们必须能说 这是出于神的 完全属乎神 而且就是主自己 火产生了这种金子 哦 这是何等的工作 火来烧去所有杂志和渣子 最后能说 这里全部是出于神的 没有一点人的成分在内 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明白 神一切的法则 神在做什么 就是要制造这一个见证 里面一切的力量 智慧 忍耐和继续 都不是出于人 而全是出于神的 是的 神是一切 这就是基督的丰满 啊 我们对于基督的丰满 所存的残缺思想 我们喊说 要基督的丰满 可是 若非先有彻底的倒空 丰满是不会来的 神如果要来充满 其他的一切 就都得出去 不然就不是一切的一切了 基督的丰满 要求一个完全的地位 问题是在这里 基督的丰满 是需要进入的 是需要来经历的 何等的丰满呀 我们常说 我舍一切而要耶稣 耶稣满足我全信 他的丰满 我不能言 但这丰满 我知道你真是这样吗 是情感 誓词 歌赋 或是你的确知道 这些是真实的 哦 我们面临这个试验 除它以外 究竟还要什么 我们实在不明白 自己的心 无论如何 真的见证 乃是神是一切 在主耶稣的身上的 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我们是否明白 什么是见证 我们是否明白 基督的丰满 你说 好 这有什么特别呢 岂非整个基督教 都是这种 见证的器皿吗 基督教的中心 当然是基督 他所做的见证 就是说 基督是一切 要成为一切 也满足一切的需要 不错 话语果然是这样 信条也是如此 但是 在实际上 基督教却有许多 在基督以外的东西 有不少人能用 肯定的语气说 基督是他们的一切 可是他们实在不知道 他们的心是怎样的 只要主的手摸着 我们自己所宝贵的 就立刻发生争执 那时就不十分容易 基督比这些更宝贵了 这种经验非常实际 唯有神的烈火才会显明 究竟在我们个人身上 以及在整个基督教里面 有多少是外加的东西 哦 请看所谓的基督教 我们不能不承认说 有多少称为基督教的 是在基督之外的 许多都是外加的 这里缺少分别纯金 和扎子的工作 神所要的是经过火出来的 纯金的见证 唯有神智慧的眼睛知道 何者需要经过火炼 在普通所谓的见证 和真实属灵的见证之间 有一个极大的分别 我们真不敢说 今生我们可以达到 完全是基督而毫无杂志的地步 但是 无论如何 神总向着这个目标而工作 一切出于神 一切都是属灵的 属天的 丝毫没有属肉体 属地的成分 当你摸着灯台的时候 你摸着一个比灯台本身更深的东西 就是它那属灵属天的性质 简明的说 你并非碰到一个什么东西 而是遇见了主 那个东西 那个组织 那班人 那个地方 都算不甚什么 你所感觉的 就是主自己 主在这里 这个就是耶稣的见证 你可目得到这个吗 在我们屡世的途中 每人只能走一次 人若指着我们说 我们身上带着主的同在 有基督的心香在我们身上 我们与人接近 就会引人想起主 这是我们在人间 所能得的最高荣誉 我们心里所愿的 不就是这个吗 我们聚集在一起 有人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接触 能说 我在那里所遇见的 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些字句 也不是一种特别的教训 我不知怎地遇见了主 我们岂有比这个更大的愿望吗 主要得着这个 就必须用强烈的火焰 这样的见证 就是纯金的灯台 就是主耶稣 愿主赐恩 叫我们寻求这个 但愿我们的存在 带尽他的同在 二 教会乃是见证的器皿 我们已经看见 基督的丰满 乃是神主要的 基本的意念 同时也是见证的 最终意义和性质 现在要来看教会 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神将主耶稣的见证 交给教会 使教会做他在地上的见证 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 也是向着基督的丰满去的 教会跟随主耶稣的教宗 见证的器皿不足的后尘 主对他的门徒 就是教会的核心 说 跟从我 不久他们发现 跟从主不是光跟着他 各处奔走而已 跟从我 有更深的意义在内 哦 这是何等的意义 教会的属灵历史 就是一种更深的跟随基督 走他所走的的每一步路程 第一是他的生 他是从圣灵生的 做耶稣的见证的器皿 也必须由圣灵而生 他不是一件人自己能装配的东西 也不是人所能组织和安排的 他必须生 他必须由灵而生 他必须直接从神而来 你若把超然神迹的成分 从主耶稣的生拿掉 使主的生和普通人的生一般 你就立刻拆毁了 神对于属天见证的基本观念 照样 你若模仿它的形状 一样画葫芦的制造一件东西出来 你不能担保说 里面必定有那天上的火焰 这个器皿必须天生 你无法仿效 让我们记住 任何神的工作 是不容许将原本翻版天印的 版权是神的 不是人的 一切属乎神的 必须从神生 不是出于仁义 不是出于情欲 乃是出于神的 生 不过是第一步 但这是极重要的开步 你不要说 我们也要在我们那里 设立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想你 可以翻至你所认为好的东西 神若不做 而你偏要做 结果必定会刺伤你的心 从圣灵生了以后 就进入试验 试验已至于完全 主耶稣的受试炼 内中并无罪的成分 经上明明说 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来二是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来五八 这些经文绝无罪性的含义 不过是说 他被放在人类的地位上 代表的经过我们所必须经历的 在他里面 毫无罪恶 在我们里面 确实有的 所以 这里是提到原则的问题 就是试验意志的动向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音符用尽了他的诡计 骨舌想尽了他的阴谋 来攻击主的意思 想诱惑他 稍微偏离腹的旨意 用吸引 诱惑 贿赂 苦难 攻击 奸诈 各种的方法来试探他 但是他始终向父忠诚不惑 坚定不移 这个是他受试验的原则 我们也要同样受试验 教会必须走这条音寿试验得以完全的道路 也像他那样忠诚不惑 坚定不移 神赐给人一个自由意志 让人自由拣选 自由取决 神十分重视这个自由意志 他要人善用这个自由意志 人的命运 决定于如何运用这个意志 神将这个信托于人 使人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我们属主的人 不能作代主来替我们决定一切 而完全不用我们的意志 神不会背乎他自己 不会一面给我们自由意志 一面又不顾我们的意志 而单独行事 当然 这不是说 在非常的时候 神不会这样做 但最少这不是神的平常举动 在普通的时候 神总是寻求我们的意志 来与他的意志合作 根据这个原则 主在经历各种试验以后 证明他是完全的 在此 我们需要跟从主的教宗 教会必须走上这条道路 就是愿意与神同心合一 这里面有时要求极深的舍己 有时需要奋发的拣选神的旨意 这不是一件消极的事 而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经过试验 就有印证 我们相信 主耶稣受洗 是表明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 这是十字架的摄影 其中包含死 埋葬和复活 主耶稣从水里上来 神的印证接踵而至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主的受洗 象征他从奉献直到受死这一段时期 因此 神的印证实在根据于他的致死顺服 向着自己死 向着所有在神之外的死 而彻底的绝对的服从神的意志 印证是试验的结果 是表示赞成 要紧的点在这里 神只引人注意到一切出于他自己的 神从来不要人注意到人或者工作 即便是属于他的人 或是为着他的工作 神也不要我们去注意 神单是要人注意他的自己 可是对于他的儿子 他却一再叫人注意 说看哪 照样 凡做耶稣的见证的器皿 不管是个人 或是团体 也应当如此 神继续不断地工作 直到他能指着那器皿说 这里有我 这是我所要的 看啊 再次你可以找到我 不是高举人物 乃是吸引人注意神自己 有一件事是十分确实的 神绝不会在教会里 建立在他以外的东西 什么时候 教会充满了圣灵 基督也在其中掌权 什么时候神 就是教会增长 这个是教会长大的原理 也是教会复兴的秘诀 神得先找到一个器皿 里面有他儿子的成分 使神能说 这个 我可以赐福 我加以印证 我要加增他 我要建立他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 主说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主耶稣是因苦难得以成全的 既已完全 就被提接到荣耀里去 凡未完全的 都不能进入荣耀 不要以为 荣耀仅是一处地方而已 它可能是一个地方 但同时 它也是一种情况 一种荣耀的光景 耶稣既经试验和印证 就得了荣耀 教会进入荣耀 也是因为得以完全的缘故 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一切不是属乎主的都出去了 一切留存的就是主自己 这个叫做主在圣徒中得了荣耀 是他的荣耀 不是我们的 这个很是简单 可是这是教会基本的性质 这个见证的器皿 金灯台 必须背向一切与神相反的东西 这就是说 要完全背向在我们信徒里面的世界 也许我们以为 世界是外面的实在 它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贪求某种地位 以荣耀自己为满足 这个就是世界的灵 这是与神完全相反 耶稣不寻求他自己的荣耀 只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他曾说过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约八五十 根据上下文来看 这句话正反映了当时那般犹太人 怎样寻求自己的荣耀 地位和名利 基督既然是绝对与世界的灵相辈 他的教会 就是这见证的灯台 也应当蕴藏着这种性质 反对世界的灵 教会的灵 是给而不是得 是荣耀基督 而不是高抬自己 见证的器皿 反对一切撒旦的工作 我们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括撒旦的工作 那一个字就是己 你若回溯圣经中关于撒旦的记载 你要看见 他之所以成为神的仇敌 就是因为有己的寻求 他造成亚当 夏娃堕落的悲剧 也就是把同样的己的灵重 在他们里面 你们便闯三五 即 以己为中心 人的这种性情是与生俱来的 在吃奶的婴孩身上 就可以看出这种性情 婴孩何等欢喜 大家都注意它 这种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 什么时候 它使我们把人或者团体 当做事情的中心 什么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耶稣的见证 哦 撒旦用这个方法 不知道破坏了多少神 可以珍视的东西 就是设法 使人变成一切的中心 一切都绕着这个人转动 或者吸引人去 注意那个器皿 使人在不知不觉间 忘掉了主 既能狠诡诈地表现在 神的工作上 许多工作就失败 在人的自己太显露 在工作上 为自己寻求名声 地位和荣誉 这些不知不觉的潜入 使主耶稣被遮盖起来 人是何等容易被人 物和工作 所吸引呀 再论到分门别类的事 撒旦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就是煽动争论 使神的儿女结党纷争 哦 撒旦惯于离间神的百姓 废致他们分开 不肯把休 甚至他不容有两个人 真有属灵的交通 因此 为属灵的合意来征战 是个十分真切的征战 要反抗撒旦和他一切的军兵 这个灯台是一块垂成的 不是许多片拼成的 没有焊接的痕迹 没有一处你可以指着说 如果要拆开它 可以从这里着手 你找不到一处裂缝 这是整个的一块精火炼成的 这个与撒旦的分离工作 是完全相反的 让我们认清 分开是撒旦的工作 耶稣的见证反对分开 要在神的大爱中合而为一 由此可见 一切孤立的决断 道路和生命 是何等危险而有害 有一件可悲的事 就是许多时候 神的工作被做工的人 所拦阻或拆毁 提到这点 相当可怕 但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 问题不是发生在工作上 乃是发生在工人身上 他们不能相处 不能同工 必须东西分离 这是为什么缘故呢 你说 这当然是因为 十字架的工作 在他们里面不够深 不错 但是另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把工作 放在见证之上 甚至把工作 来代替见证 他们出来是为着工作 而不是为着见证 假如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 他们肯停下来 一同商讨 一同祷告 说 注意啊 这个样子 是与耶稣的见证相反的 我们在这里 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撇下一切 牺牲一切 就是为这一点工作 主的见证在那里 我们做了这些工作 但是我们自己 却是与主相辈的 这样 他们就要重振旗鼓 说 见证高于工作 工作必须是 见证的结果 工作不可与见证分离 我们必须一同站在 见证上来荣耀神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工作 还是为了见证 许多人关心主的工作 过于关心主的见证 据他们说 他们也关心主的见证 但是他们最难与人相处 我们常常遇见这种情形 叫你不能不说 好 他们注意主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见证 实在不知道在哪里 让我们坦白地面迎试时 我们应当十分关心主的见证 耶稣的见证绝对无私 反对一切以己为中心的活动 耶稣的见证 不在我们做了多少功 讲了多少道 乃在我们如何彰显基督 我们在家时常争吵吗 别人容易与我们相处吗 我们是否时常使人为难 发生争执 或者造成紧张的情形 那些都是魔鬼的工作 叫我们没有见证 基督徒在地上是为着见证 而见证则表现于 我们容易与人相处 除了那些以己为中心的人 谁都觉得主是容易相处的 我们不要改变见证的真意 见证乃是主显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是要人知道道理 乃是要人认识主 许多时候 我们心目中的基督教 已经变质成了一种 须有其表的组织 如果我感觉自己 已经蒙照来做主的功 于是说 我当怎样准备做功呢 于是就进一个神学院 受训一个时期 学业修毕时 就以为说 好了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 试问 准备好了 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否说 在知识上 在神学上 已经准备就绪了 哦 恐怕这些东西 不会维持我走多远 我什么时候 真的准备妥当 只有主知道 最好我重新去从事我的职业 静静地等候主来 印证我的护照说 好了 你是我所要的人 现在要拆遣 你往我所安排的地方去 我尽可放胆相信主 如果是他选招我做功 虽然我要在职业中 等候一时 但迟早主的印证 要临到我 门徒被照以后 仍操旧业 只等道主来印证 他的护照 大树的扫罗 在大马色路上 蒙了护照 但是他等候在安提亚 只等道主来印证 他的护照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图十三二 主的意思就是 保罗现在已经准备妥当 主已经得着他所要的 现在时候到了 蒙照来做功的信徒们啊 你怕等候吗 你能相信主吗 请记得 主所要的是见证 在你所想不到的地方 来培养这个见证 你也许以为 若能以全部时间做主圣功 就能更有见证 可是有一位 久做主公的人告诉我们 在许多属灵工作的机会 和需要当中 最困难的事 就是如何保持 见证和需要的平衡 我们只得承认 许多时候 我们失败了 我们这里所讲的见证 不是我们的执事 我们的教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著作 我们的讲章 这些算不得是见证 如果在这些背后 缺了神所称许的东西 这些就等于灵 神要我们的见证 超过我们的执事 摩西虽是神亲自所照 但是神在半路上 要击杀摩西 神拆遣了摩西 但是摩西在路上 耶和华遇见他 想要杀他 除四二十四 因为摩西在这里 缺了一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 是不能少的 是在你后面的 那个东西 叫做见证 只有主知道 他是否已经得到这个 他在何时何地 刻意使用我们 我们若要被主所用 我们自己就必须先成为 主所要得者的东西 圣灵知道 何处有需要 也知道何处有供应 而把二者凑合起来 安提阿有需要 巴拿巴是个充满圣灵的人 知道能供应这种需要的是谁 因此救到大树 将扫落带到安提阿来 图十一二十四至二十六 主知道你目前所做的事物 是何等所限 单调 或者是何等繁忙 沉重 主完全明了你的处境 但这是你被安排在那里受试验 等到主认为可以的时候 他要说 来 你是我所拣选的 我另有托付给你 上来吧 但愿你的工作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 主要见证 胜于要工作 我们若用工作来代替见证 就要发生混乱 我们在此原是为了见证 因此神的仆人 不论大小 难免受到新的管制 新的试炼 这个看来似乎是矛盾的 工作岂不需要那个人吗 然而 人却因着试炼 苦难 竟然无法做工 这是何等矛盾 可是主所注重的 是器皿的属灵度量 而不是工作的成就多少 愿主怜悯我们 给我们恩典 能接受这些话 我们要记得 主所要的是一座纯金的灯台 为著作见证 而不是为了做装饰品 目的再见证主 而不再引人注意自己 三 十字架与见证的关系 关于金灯台的见证 我们已经说了两点 基督的丰满与教会 是见证的器皿 现在我们要注意第三点 就是十字架与见证的关系 灯台和蜡烛不同 蜡烛的火光 是因自身燃烧而来的 而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 灯台的光是由于两颗活的橄榄树 流出油来供它燃烧 这是用之不尽 取之不竭的 这个远上蜡烛 我们不用自备见证的燃料 神也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做 神的圣灵是见证所需的燃料 当我们遇到忍受 耐久和效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觉我们所有的竹和神所供应的灯饰 何等地不同 世上最长的竹迟早要烧尽 唯有永活的全员 神的灵是无穷无尽的 整个灯台的构造 表明它是建立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原则上 你试试看走进灯台 闭上眼睛 用手慢慢顺着灯台的中杆往上摸 摸到一处叫做球 你的手在这里遇到了阻挡 不能顺利而上 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 会碰到一件东西或事情 阻挡了我们的上进 这个蓝组被安置在路上 向着我们挑战 叫我们重新振作精神 越过这个球以后 又遇见一件东西 像是花的形状 它的叶半往外伸张 若再继续上诉 就会发现 这个花实际上是个杯 是个器皿 成东西的器皿 在网上抚摸 一时全无所欲 一切顺利 但是后来 却又再度遇见球 画背 再去摸两旁的枝子 由底部往上摸 也遇到球 画背 这里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我们也许想 只要在灯台底部 碰到一次就够了 以后就能一帆风顺了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一路上要多次碰到 这个见证的器皿 充满了这三件东西 球所代表的是什么 球是你不能顺利进行 你受到了拦阻 这岂不是说 现在你必须停留片刻 注意 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死 说到十字架的死的方面 你不能轻易越过 你必须好好思想 你无法忽略十字架的意义 你不能随便跳过它 当主将十字架摆在你的道路上 你应当反复思想 要明白主耶稣的死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感谢神 上面就有花 是信花 信花显示新的生命 新的盼望 新的前进 信花是复活的表号 民事七八 杏树开花 表示新的世纪开始了 因为信花是在早春开放的花 这里好像告诉人说 复活以来 新年已到 大地回春 活泼风盈 这里可以见到死而复活 随后是悲 悲是一种器皿 无疑的 它是说到死而复活的结果 就是生命的灵 因着死而复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次生命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八一至二 这个器皿满了死 复活和新的生命之灵 在灯台上面的灯 不断送出见证的光 照耀这个死 复活和灵力的生命 使他们永远显在人面前 因此 在天上的亮光中 你要看见耶稣的见证 包括三方面 以死就是不来对付一种环境 以复活就是 是来接受另一种境遇 并且借着新生命的大能 活在神所喜悦的境界里 再看启示录 启示录一开始 就给我们看见 在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他自己说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我们看见七个金灯台 和在灯台中间的 那位永活者 这就是耶稣的见证 现在灯台中间 这个见证 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 深深组织在每个灯台里面 那些将人用各种的工具 着力地锤打 雕刻 在经经上 做出再三重复的表号 哦 如果我们要做神 这种见证的器皿 就是做耶稣的见证 也必须经过里面的锤打和雕刻 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必须深切地雕刻在我们里面 这个恐怕就是主对于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挑战 主书说各教会的撮合队 无非要领他们回到当初的见证里去 当教会开始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头几章里 给我们看见 使徒们的信息 集中在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上面 他们传扬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无论何往都述说这件事 一切建立在这上面 也都由此建造 这是一件基本的事 基督的被钉和复活 由于传扬这一个信息 他们因而受到许多困难 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见过这种事情 说有一位钉死了 不经人手 也不是任何心理作用 竟然由此复生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唯一的原因是神叫他复活 神这样做 表明这位复活的主 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 神绝不与那 只有局部向着他的心意联合 他行使复活的大能 是因耶稣基督完全合乎他的心意 主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这个见证引起许多困难 是的 地上发生难处是因音符已经发生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这时代的末了 升天的主来到教会中 要重新带领教会回到当初去 他好像说 你有许多工作 你有许多好处 也有一些坏处 但是主要的问题是 在你那里 在你里面 有没有我的死和复活的冲击能力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你在万民中是否见证这个 不是用言语 而是用全能 这是主向众教会所发的问题 我们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这一个见证 乃是一切的根基 教会或者神的每个儿女 必须被主带回到这个根基上 你若偏离了十字架 你就不能上进 教会的历史 充满了十字架的两方面 死和复活 你无法越过十字架 好像说你已无需十字架 你已达到比十字架更深的地位 不 这件事永远不可能 真正的属灵经历 乃是你多次碰着十字架 十字架每次都有新的意义和应用 你遇到了球 除非你让十字架再一次摸着你那出于旧造的 你就不能进入复活的生命和享受满意的福杯 这种经验会在三林道 属灵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而且必定是这样的 经过了球 还要往上去 请注意 这是一种一直往上的动作 向上的动作 就是属天的动作 越过你越接近属天的丰满 荣耀的丰富 直到顶上的灯盏所表明的丰满的光 见证和荣耀 我们要记住 耶稣的十字架 无论是一次基本的工作 或是以后多次多方的对付 目的总是为着更满的丰盛 哦 千万不可误解 十字架死的方面 许多人一直注意死 注意怎样去死 以至扑灭了属灵的生命 在他们身上 你见不到属灵的生命 因为他们整天在想 怎样与基督同死 死的方面固然是必须的 但这不过是一条路 它要引你进到丰满 这是一种向上的动作 复活的动作 为要得着属灵的丰满 神要得到一般子民 不只在言语上 传扬主耶稣死和复活的 事实和道理 更要他们在圣灵里 成为一团烈火 活泼有力地表彰 死和复活的真意义 神要在今天显明 祂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是一位施行神迹的神 是一位超越天然的神 祂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自己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面带领我们 认识主耶稣的死 认识如何结束我们旧的生命 能力 供应 自满自足等等 只等到我们死透了 那时我们不能不说 我无法往前 我已经无能为力 我已经山穷水溅 就在那时 我们另一面发现了 神是新的开始 奇妙的起手 复活的神 这个见证乃是说 摄若不是神 我们早已灭亡了 这是主的作为 这是神的复活大能 这是神自己 除他以外 没有别位 这个叫做耶稣的见证 我们会把这些话 当做道理接受 或者也会传说这些话 但是我们是否准备好 让十字架来 斩出我们自己的一切 一再灵 我们到至穷历劫 一切力量和和盼望都完了 就像保罗所说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 都觉得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灵后已久 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 做我们生活的原则呢 这个实在是个荣耀的基础 这个就是见证 只接受道理 是无法接受这个的 危险在这里 有些人接受了这个道理 却没有进入这个生命和能力里面 我们应该静静俯复在主面前 与主立约 我们不但要在话语 道理 教训 知识里 相信这个见证 更要让他的死和复活 运行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真正能在圣灵的大能力 保守耶稣的见证 十百克 多